不晓得你会不会有一种情绪 就是每天好忙好忙 可是静下来想一想 又觉得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 简称瞎忙 然后这个时候啊 师长主管就会跟你说 做事情要有计划 要有方针才不会乱 好啦 你也拟定了一个行动蓝图 跟着蓝图一步步的走 想说这样应该会比较有节奏 知道自己在忙什么 可是做了一阵子之后 你又陷入了为了忙而忙 不确定自己到底这么做有没有效 然后你就跑去查书 看资料 想听听专家怎么说 看看别人都是怎么样 摆脱混乱的状态 但不看还好 一看就更挫折 专家达人都跟你说 你要有宏观的思维 大处左眼 小处左手 一定要有脉络思考的能力 但是你连叫你家小狗 卖岔都办不到了 怎么跟搞得清楚 脉络到底是怎么回事 真的是越听越糊涂 家琳以前也有这些劲头 再加上我个性集 常常没有多想 我就冲出去了 然后就会被我的同事啊 老板啊 说我是为了做而做 但直到我学会了一件事情之后 我才打开了 我的逻辑思考的能力 在进行任何计划之前 我都先想清楚 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想知道这个能力是什么吗 答案是写作 最近读了一本书 叫做《写作是最好的自我投资》 作者叫做陈丽飞 她的文章呢 在社群平台上 曾经被转发过上百万次 而且不止一篇哦 然后她也曾经在得到 APP里开写作课 结果爆红 有十几万人购买收听 那她在书中呢 提到的一个观念 终于点醒了我 原来这些年 我一直在训练的 不只是写作技巧 而是更深层的能力 她在书中第88页提到 好的文章不是写出来的 好的文章就像一个产品 是设计出来的 一篇好的文章 就像一个好的产品 你要有产品思维 才能把文章写好 那什么是产品思维 作者提到 你能不能清楚 让别人知道你是谁 你能解决什么问题 然后你怎么让别人买单 别人为什么要花力气注意你 最后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 那就是你要怎么让她 认同你的产品 接受你想要介绍给她的服务 这里头的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 只要你能想通 你的文章要不爆红都很难 我在书中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呢 我就拍了一下我的大腿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我第二次创业 就是起点文化 这间公司会活下来 可是第一间没有办法 因为我恰巧就是在 在起点文化的同时 开始练习写作的 所以在不知不觉当中 我因为试着想要把文章写好 我培养出产品思维的能力 在设计每一门课的时候 我都会先想清楚 这门课到底要卖什么 它解决人们什么样的问题 别人为什么要注意到它 最后我怎么让人掏出钱来买单 聊到这边 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懵 那这跟我们一开场说 瞎忙有什么关系呢 我又没有要创业 我干嘛要学写作 不 你千万不能这么想 因为就算你是个上班族 你一定也经常要跟主管 或客户销售你的点子 甚或是你有心仪的对象 你想要追求对方 也希望对方接受你 那这个时候写作的目的 不是要让你的情书 变得更动人 也不是要让你的老板 觉得你的文笔好 写作的目的是 为了要帮你 厘清你话的重点 跟对方想的一不一样 不要你一头乐 结果对方一点感觉都没有 会感觉瞎忙 常常是因为我们的努力 得不到回馈 或者感觉收获得很少 支撑不了你走更长远的路 但这个时候 如果你告诉自己 不要瞎忙 告诉自己冷静下来 是没有用的 因为你还是不知道 怎么做比较好 而且我们自己是当事人 常常就会当局者迷 看不清楚问题的真结 也会有自己的投射 这个时候你需要拥有的 就是思维的能力 因为思考能力 这种东西很抽象 很多人在教 却很难评估自己 到底学会了没有 那这时候透过写作 一个看似不是 直接相关的技巧 却可以培养出你 对事物独特的看法 还有精准度 同时你也更敢 把自己的意见 表达出来 有句老话是说 因为要教 所以学得更好 那在我自己身上 我发现 如果你要写 你其实会想得更透彻 这也是我前面几期 写作课学员 他们在毕业的时候 我从他们身上发现的 有很多的学员 本来他写作 只是想抒发心情 结果没有想到 我因为教了他一些结构 或者教了他一些想法 上面他意外地 解开了他某个心结 或是在工作上面 他遇到了某个瓶颈 那透过写作的一些分析 或者是结构 他突破了 他知道 哦 原来这件事情 应该怎么看 然后他就一发不可收拾 越来越爱写 要能够戒掉相忙 其实你得要客观分析 你手上的工作 找出真正的核心 你才能够指导黄龙 写作呢 就可以帮助你踏出这一小步 让你更懂得 怎么样抓住自己的思绪 不再被牵着乱跑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对起点文化的商品 或课程有兴趣 如同今天分享到的 写作小学堂课程 下一期是在7月21号开课 是由我和另一位资深的编剧 一起开的课程 我们不只是教学 还会亲自回复你 每一份写来的文章 给予回馈 是量身定做的规格 所以名额非常的有限 希望你能把握着最后的机会 期盼在教室里见到你 最后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 请在影片里按个喜欢 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别忘了订阅旁边的小铃铛按下去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 我们所制作的内容哦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 给予回馈